接收的是在另外一個網站 這樣好像沒辦法 兩邊好像沒辦法接 一般會用什麼方法 用Jason檔 要不然就用XML檔 比如說我今天我另外一個網站 我要接你這個網站丟給我的東西 那我就輸出的時候 我就輸出一個Jason檔給你 那你就接的時候 你就把它接下去就好了 就OK 所以像台北市政府 你們可以到他的開放資料裡面去看一下 他有很多格式 不外乎就是直接抓 你可以抓Jason檔 或者是CSV檔 或者是像XML檔 大概都是這幾種格式 你就打那個開放資料 政府開放資料 現在最熱門好像是什麼 之前還蠻常抓那個 因為可能想看房子哪裡比較 最近實價登錄 所以你就打實價登錄 政府每個月也要update兩次 那你也可以 所以以後是不是有APP 直接可以去抓 像有一些APP是直接去抓 像台鐵的開放資料 像台鐵不是有時刻表 他也可以去抓 抓過來之後 在他手機裡面去做查詢的動作 他就離線抓下來之後 放在他的database裡面 OK大概有這樣的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就把原來的書籍查詢 改為成語查詢 第一個介面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頁面做什麼 他就過來之後 首先上面的那個欄位名稱 本來好像叫什麼書名 作者出版社對不對 那當然查出來的欄名稱一定是不同 所以這個名稱請各位就是把它再稍微做個修改 第二個的話改哪些地方呢 丟過來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兩個 一個是他選了什麼 用get的方式傳 對不對 所以我也用get的方式抓 select 丟給什麼變數 select變數 還有一個什麼keyword 那這個地方要修改 有沒有 他丟了哪個 從name裡面去做判斷 成語解釋例句 再來要修改什麼地方 底下這個連線好像不用改 因為我一樣是localhost 一樣是root 一樣是1234 這個不用改 那資料庫要不要改 因為我一樣是放在library 所以不用改 除非說你這個是放在另外一個資料庫 那你就換一個資料庫名稱 再來的話 底下還有哪一些地方要改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select from 什麼 這個 它本來是不可 把它改成provert ok 然後會 這個不用改 這個是什麼 哪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們傳過來的東西 就用欄位名稱 當成是 它要查的那個就ok了 like keyword order by 後面 後面本來是 好像publish 就是出版社 那我把它改成ID 好了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喔 改一下資料表名稱 改一下ID 就是order by這個 但如果你不排序 你這個刪掉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不排序沒關係 反正它就自動幫你 其實也是按照key 也是按照ID 所以你這三個字刪掉 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ok 其他還有什麼地方改 好像就沒有了 還有這裡 底下這邊只要看到什麼 from book 所以你可以用 查詢的啦 這邊應該是 order by這邊 記得把它也是一樣改一下 然後再往下找 應該就好像沒有地方了吧 ok 所以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看到的結果 就可以看到查詢 所以你會發現 一個查詢系統 很快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我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龍 根據成語 解釋有沒有 查一下 解釋為什麼不ok呢 exprime exprime 難道解釋裡面沒有龍嗎 例句 例句 看一下 這邊應該ok 解釋 解釋 例句 你說解釋裡面沒有龍喔 那換一個好了 不過 的 應該會有的吧 有 那表示應該沒做錯 ok 所以可見的 不是我做錯 是真的沒有龍 在解釋裡面真的沒有龍 不然的話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做完之後的話 最後還有什麼 詳細資料 不過現在詳細資料 點進去應該是 是舊的啦 所以詳細資料可能再改一下 這一題就完成了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然後 所以利用這個範例 主要是讓各位了解整個A系列的流程 包含就是說怎麼樣把一個資料轉換成 用eSale幫我們轉換成csv 再轉到myseql 再利用那個php去幫我傳送seql語法到myseql 那跟seql要資料之後 再把它顯示到我們的畫面上面 這個地方我想各位試一下